我们再来看看美国 去年以来制造业复兴这个词 在美国各大媒体出现 总统奥巴马在今年2月的国情咨文中说到 要让美国成为新增就业和制造业的磁场 美国的企业也开始有了许多大的动作 我们来看财新特派纽约记者尼伟峰发回的报道 在许多人看来 美国的制造业早已被低价的中国制造所取代 但波士顿咨询集团在去年年初的一份报告中指出 随着中国劳动力成本的不断提高 美元持续走弱 加之运输成本等各种因素 到2015年 美国制造业或许将比中国制造来得更有效 更加便宜 艾森哲在去年一份调查中发现 受访的美国制造业经理人中约有61%表示 正在考虑将制造产能迁回美国 以便更好地匹配供应地和需求地 苹果公司首席质金官库克近期宣布称 苹果将在今年投资1亿美元 将苹果电脑的一条生产线搬回美国 而谷歌最新推出的谷歌眼镜也将在美国组装 通用电器也称将投资10亿多美元 重振在美的电器业务 Obviously what President Obama says about jobs is for political consumption and the thing that he is missing I think is that it's not a one-to-one correspondence between the jobs that left and the jobs that come back we have an enormous amount of entrepreneurship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many of the jobs that are being created are first time manufacturing in America and these people never had the chance to close their plants and go overseas in the first place so these are different jobs that are coming back 总统奥巴马在第一任期内便鼓励美国人购买本国制造的产品 在第二任期更是将制造业复兴长挂嘴边 但若真要吸引美国公司回国设厂 美国还需要进行大规模的监管改革 比如目前美国的企业税仍是OECD经合组织国家当中最高的之一 另外在研发税收减免政策方面 美国还没有完全的固定下来 在劳动力薪资方面 有经济学家也建议美国实行 诸如德国在2000年至2008年实施的限制薪资增长等措施 让美国制造更具吸引力 感谢尼伟峰从美国发回的报道 增进美国制造业回归的事情 我们之前也谈到过很多次 那么这对于中国来说 是不是也面临着比较大的压力呢 那我看压力肯定是有 但在短期之内可能不太大 那我们说制造业回流 其实它并不是代表所有的制造业 一下子都回到美国去 实际上还是有区分的 那我们看最突出最明显的 其实还是技术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 那么在之前实际上 这个西门子的CEO罗旭德 他就跟我说过 他说由于美国液延期的技术的突破 以及它规则的改变 那么西门子现在正在考虑和正在进行当中的 要签到美国的这个项目有200多个 但是在另外一方面 如果是劳动密集型的这个产业 实际上并没有出现回流的这么一个趋势 因为我们自己想象一下也可以 就是对于一个实行每个小时的工资 要达到20美元的这样的工人 你怎么可能想象他在那里 给你做一些鞋帽香包 甚至是玩具 那么这一块也就意味着 所谓的制造业回流 其实还是遵循着比较优势的这样一个原理的 那么我们看到 比如说液延器是一个领域 那么实际上美国还有更多的潜力 比如说包括基础设施方面的建设 包括这种比如说西海岸的这种高速铁路 那么实际上这对于外国投资者 包括中国的企业 一些比较有能力的企业 其实都是一个巨大的机会 对于德